婚礼前一晚 柳如烟的前男友打来电话 我吃了药 半小时后起笑 你不来的话我就和别人睡了 我拽住柳如烟放下狠话 你敢走出这个门 我废了你 他将我甩在地上 走得匆忙 别无理取貌 我冷笑着拨通他死对头的号码 后天有空吗 来结个婚 等着 我去偷个户口本 夜晚十点整 急促的铃声在客厅响起 我从文件里抬头往浴室看了一眼 柳如烟还在洗澡 我和他向来没有秘密 互相查看对方手机是常用的事 况且后天就是婚礼了 名正言顺 这么一想 我顺手拿起柳如烟的手机 铃声还在继续 上面是一个陌生的号码 一接通 我就被重金属音乐阵的皱起眉头 心里想着应该是打错了 刚想挂断 一道带着哭腔的男生 止住了我的动作 柳如烟 我后悔了 你为了弃我和顾无烟结婚 这样会同时伤害两个男生的 你再对我求一次婚好不好 这次我答应做你的新浪 那边说完 嘈杂的声音远去 电话两边安静的可怕 不同于另一边紧张的秉戏等待 我只是觉得荒谬 疑似未婚妻的前男友 在得知前女友即将结婚的前一晚 打来电话想爱火重燃 这是得多厚的脸皮多歪的三观 更荒谬的是 柳如烟此前说过她没有爱过人 我捏着手机 视线落在文件上看不太清上面的条款 谁的电话 柳如烟围着浴巾 一手擦着湿发走到我面前 我定定地看她一眼后 在她疑惑的眼神中开了敏皮 柳如烟 我先在警华会所里 我给自己下了药 半小时后你不来 我就找其他女人解决了 柳如烟擦头发的手一顿 眼神闪过慌乱的同时 一把拖回手机挂断 我冷眼看着 将她的自乱阵脚尽收眼底 估计是张雨清他们的恶趣味 用这个来催我 别管他 以后来路不明的电话不要接 不过几秒 柳如烟恢复淡定 你先睡 最后一次的单身派对 估计他们要闹得很晚才结束 说话间 柳如烟走进衣帽间 我抱胸鞋靠在门边 柳如烟是出了名的精致龟毛 衣服要配套 不仅出门要化精致的妆 也要完美适配每天的行动 就连每一根头发都有她的位置 可此时她看也不敢 就随手拿起两件 完全不大的衣服套在身上 你找借口也不走点心 还是你当我傻呀 张雨清左腿掉石膏 在医院躺着的照片 还在朋友圈挂着 前两天也没听说 你们有单身派对 现在一个暧昧电话打过来 就要去见你那吃了药的老情人了 我双手环胸冷声质问 柳如烟谎言被拆穿 神色有点不自然 挣扎半晌干巴巴的说出一句 这件事我回来和你解释 我不能看她堕落成那样 至少不能因为我的原因 送她去医院后我就回来 不会耽误明天的婚礼的 柳如烟从我神殿经过 我一把拽住眼神灵力 你赶去我就废了你 僵持间 柳如烟的手机又响了 这次是服务生打来的 请问是柳如烟小姐吗 您的朋友 哎等一下 别拖别拖 柳如烟呼吸一致用力甩开我的手 别无理取闹 事发突然 我站立不稳跌倒在地上 手臂擦伤 隐隐有血珠冒出 我咬牙放下狠话 柳如烟 她回头似乎想扶我起来 可兜里的手机拼命震动 最终她还是走向玄关 匆匆抓起钥匙 只留下一句 钥匠在左边的柜子里 你先处理一下 我很快回来 柳如烟走得决然 我看着擦红一片的手臂 眼神陡然冰冷 拿起手机拨通柳如烟死对头的电话 沈幼楚 后天腾出一天的时间 来和我结个婚 对面沉默两久 突然抱了声粗口 等着 姐姐这就回去偷户口本 红绿灯路口 沈幼楚第八次扭头 看向我后 我终于忍不住了 偏头瞪她 有话说有屁法 真粗鲁 沈幼楚小声吐槽 我就是好奇哈 你想去哪个医院呢 沈幼楚在电话里答应后 就利落地挂断了电话 半个小时后 她出现在我家楼下 见到我 第一眼落在受伤处 眉头不自觉拧起 很快又松开 随后换上懒散的语气 想过她会问唤 新娘的前因后果 也想过她会追着我贴脸开大 我都准备好迎接她的嘲讽了 没想到她不走寻常路 我一咽 她自说自话 要不还是去康泰吧 趁他们还以为你是未来老板 羊毛不薄白不薄 我还没来得及说话 刚好绿灯亮起 车辆缓缓驶入车流 我看着往后倒退的街景 舔了舔干燥的嘴唇默然开口 待会给我一个首页推锁 我要直播 沈幼楚单手控着方向盘 空出来的手在车里 摸索出一瓶牛奶丢到我怀里 漫不经心地问 小事 要公固我们的爱情了 我嘴角黄黄勾起 声音冷不掉渣 桌间 伤口包扎得很快 从医院出来已经差不多凌晨了 沈幼楚马不停蹄 带我来到了警华会所 生怕晚一步我会后悔 并且凭借老板娘的身份 非常顺利地得知柳如烟开的房间后 我打开直播随她上电梯 门开的一瞬间 暧昧的场景伴随着熟悉的声音 柳如烟气息不稳 阿诚 住手 我带你去医院 原来她私底下这么亲热地叫前任为阿诚 我以为自己很冷静 但抖动的手出卖了我内心的不平静 沈幼楚从后面伸出一只手 承办包围姿势替我稳住直播 画面里 伊藤诚站不稳地依靠在柳如烟怀疑 喘息笑着 你还是来了 我就知道你放不下我 看到你结婚的消息我都要疯了 连比赛都不参加匆匆回谱 你嫁给那个叫不无言的男人 是因为他的嘴巴像我 同样喜欢画画 同样爱音乐剧 顿了顿 伊藤诚得意地笑起来 承认吧 你一直爱我 我也爱你 柳如烟没说话 只是半搂住伊藤诚的腰身 一把将他推到墙上横横吻了下去 眼前突然被黑暗笼到 是沈幼楚 他俯身在我耳边低语 别看 脏 沈幼楚替我关了弹幕热滚的直播间 带着我轻轻退出去 走廊的灯明亮 映得沈幼楚脸上的义愤填音一清二楚 嘴里还骂骂咧咧 比我这个当事人还要激动 我看得好笑 同时心下一暖拍了拍他肩膀 气什么 让子弹先飞一会儿 圈子里的人都知道 沈幼楚和柳如烟见了面就恰 没人知道原因 只知道柳如烟一直是别人家的孩子 今天他沈幼楚被家里人打 明天就被沈幼楚蒙住头 亲自抱打回去 所以当他以新娘的身份出现在婚礼上 现场鸦雀无声 还要我亲自屈留成吗 沈幼楚挑眉 似笑非笑地看着主持人 主持人愣了一会儿缓过神来 下面有请我们新郎出场 我给沈幼楚戴上戒指 轮到他的时候 便听大门被推开 我以为来人是柳如烟 没想到是拄着拐杖的张雨清 搜 沈幼楚以迅猛的速度将戒指戴在我手上 我被迫从门口收回视线 撞入一双寒笑都谋理 这不是你和如烟姐的婚礼吗 婚礼结束 张雨清凑到我身边 眼里还残余着震惊 你如烟姐没空 说不准还在老情人的床上呢 我脸上笑着眼里却没有笑的 不可能 张雨清下意识反驳 谁不知道如烟姐在意你 去年你和她被绑 她把求生的机会让给你 她早就对你动了心 大而你去交换那年 如烟姐总是借口出差去看你 还担心你吃不惯那边的餐食 好人救她 出差也是因为 一腾城刚好就在那个国家 我是顺便的那个 这是我昨天才查出来的 至于你说的厨艺 她下厨的频率一年不过十次 是为了拿门的我 我为她做的蠢事也不少 别想到得绑架我 从小我就是柳如烟的小跟班 初中为了她逃课 初言威胁任何靠近她的男生 毕心扑在她身上落下了血洗 家里人看不下去狠心将我送出国 直到大学才回来 我不予多说 直接投影了昨晚的路波 从推开房门开始 到暧昧纠缠的动静 张宇清闭了嘴善善离开 一腾城的出现就像一双利爪 撕开了柳如烟光鲜的外面 让我看到了那里腐烂了一面 夜晚我洗完澡 穿着袍式睡衣趴在床上 看屏幕发来好哥们的信息 你都不知道网上骂的有多大快人心 柳氏的股市爹底了 就是你怎么会找沈幼楚啊 他居然也答应帮你 你们作骂 我手指敲着 他俩死对头呗 能给柳狗添堵的事 他怎么会不乐意 作戏而已 怎么可能真做 这些话没能发出去 头顶上空伸来的一只手 将手机拿了过去 我扭头 就见一丝不挂的沈幼楚 撑在我上空 他手指滑动 嘘嘘看了两眼手机后 将其丢到一边 然后低下头凝视我 眉尾轻条 从我的角度看 完美的面容跟性感的身材 再往下 我慌乱地一开视线 我故作镇定地清了清仿 那什么 水滴到我身上了 因为推剧的动作睡衣有些滑落 露出宽厚的肩膀 和一大片肌肤 沈幼楚眼神请客按了下来 圈住我双手按到头顶 谁说我做戏了 接下来乖点 给我忍着 我向只小舟行驶在大海中心 随着海浪浮浮沉沉 一上瘫荒 结束的时候 我已经累睡着了 铃声响起的时候 我勉强有点意识 似乎听到了柳如烟咆哮的怒吼 你敢碰骨无言试试 婚礼第二天我是被咬醒的 睁眼就是一张放大的脸 我被吓了一条 别动 我给你按一下 静谧的卧室 我趴在床上 脸埋在枕头里 沈幼楚也没有说话 手镜恰到好处 我在这个氛围里睡意浓厚 宝贝 先别睡 今天有急事 阴雅的嗓音在耳畔响起 苏玛感直冲头皮 更别说耳廓的位置被叼住 昨晚混乱的画面重复脑海 我被自己黄了一个机灵 咬牙道 松口 不许这么叫我 好的 老公 沈幼楚从善如流改口 快到让我怀疑前面一个称呼是障眼法 我恍惚想起一件事 你不去上班吗 沈幼楚穿了一件女士白衬衫 S型身材不管穿什么都是行走的衣架子 文言腻了我一眼 昨晚答应我什么都忘了 快起来换衣服 我们去民政局 对 昨晚沈幼楚逼着我去领政 打一开始我就和他说 这场婚礼只是一个合作的信号 他不用回家偷户口本 沈幼楚同意的极为爽快 我坐在车上 恍然觉得自己是个猎物 主动跳进猎人早就准备好的陷阱 我带着四分怀疑三分震惊 以及一分无错问沈幼楚 你该不会是真的喜欢我吧 对啊 你才发现 沈幼楚答得自然 倒是让我一时反应过来了 他沈幼楚是什么人 高中才被认回的私生女 圈里的人都说 沈家只会在他成年后给一笔钱打了 可就是这样一个谁都看不起的人 在成年那天彻底掌控了沈家 他的话 听过就算了 我再次警告自己不要自作多情 沈幼楚去停车了 我在民政局门口等他 烈日高照 本就烦闷的天气 柳如烟的到来 更是在我心头加了一把火 他憔悴了好多 尽管打了粉底 眼下的乌青还是特别显眼 伊藤城还是挺厉害的 看见我 柳如烟沉寂寂的眼睛亮了 像注入一汪清泉 整个人有了生气 我在心底冷笑 抬脚就要往别处走 想避开这温神 身后的脚步声越来越近 没多久我就被柳如烟追上 他拉住我手腕低声哀求 无言 我知道是我错的过分 如果我现在跪下来求你 你会原谅我吗 柳如烟稀奇地看着我 那你跪吧 柳如烟手劲很大 知道自己正脱不开后 我接了他的话点头 我答应得太过干脆 柳如烟有一瞬间愣着 我下巴惊态 跪啊 柳如烟看我的眼神深情极了 无言 是不是我跪了 你就会原谅我了 要跪就快点 磨磨蹭蹭的 你不会以为我使不得吧 我的耐心告气 用力去掰柳如烟的手指 满脸厌恶 狗皮膏药都没你们沾 垃圾就该待在垃圾桶里 别出来污染环境 柳如烟喜欢温柔听话的性子 为了迎合他 一直以来我都尽力朝这个方向去扮演 如今回头看真是一场笑量 我越是奋力挣扎 柳如烟拽得越是紧 还想像以前一样 企图用强暴让我安静下来 刚有动作 就被奔赶回来的沈幼楚一群掀翻 眉眼间都是暴脑 像只被偷了宝屋的巨龙 我去你压的 敢用你的脏手碰我老公 我抑制住呼出喉咙的欢呼 他动作太快 柳如烟舌尖抵着被打的半张脸 眼神发狠 死死盯着沈幼楚 老公 你保管好 沈幼楚手上还拿着资料 塞到我手中是半点折痕动的了 我一个低头的功夫 他们就像两头发狠的野兽扭打在一起 逼腾成赶来时 柳如烟脸上挂了彩 他当时心疼不已回过头指责我 顾先生 看见两个优秀的女人为你打架 你高兴了吧 满足你的虚荣心了吧 因为你的死缠烂打 如烟不得已和你在一起 不敢去追求自己的所爱 每天身心都受到折磨 如今他好不容易得了自由 你为什么还要死缠烂打 就这么见不得他幸福吗 一腾成今天穿了条白色衬衫 配上他那张温柔帅气的脸 一副柔弱但坚韧的小白花模样 我听见周围对我的指指点点 也看见一腾成暗自勾起的嘴角 看他满眼失望的样子 我兴趣被勾起 一腾成哪来的脸 敢用这么恨铁不成钢的语气叫醒我 你颠簸技术应该不错吧 我看你挺会颠倒黑白啊 拿了我家的资助资金上学 在我结婚前戏勾到我未婚妻上床 如今还在公众场所出言诋毁我 你真的是脸厚如城墙啊 我祝你心想事成吧 我家每年都会投入一大笔钱做慈善事业 从高中开始 我妈开始额外固定资助一个人 按我妈说的 我和她应该很有话题 因为我们的爱好都差不多 可没想到这个人是一腾成 如今想看 不论是画画还是看音乐剧 都是她有意为之 可我高中就出国了 她从哪里知道我的呢 顾先生 我知道你看不起我们这些穷人 你被恭维惯了 听不得忠言逆耳 可你太欺负人了 怎么能随口就污蔑我呢 一腾成不服气的语气换回了我 我定睛看去 她眼眶里都蓄起泪水了 资助你是让你受教育 不是让你知三当三抢别人的东西的 我按住蠢蠢欲动的神幼主 手摸上她嘴角的清痕 今天没法拍了 我们先回去吧 路过柳如烟的时候 她还不放弃 略微沙哑的嗓音带着轻颤 语气可怜 无言 我受伤了 很疼 如果是以前 我肯定第一时间上前嘘寒温暖 就像上一年除夕夜 她喝醉磕碰到桌角 我急忙忙拿出医药箱 边给她涂药边数落 明知自己的疼痛预知比常人低 还这么不小心 活该你 窗外是万家灯火 屋内是只有我和她的温馨事件 我心疼问道 疼吗 疼 一直沉默不语的柳如烟 这才笑开 声音滴滴的 对我示弱撒娇 柳如烟是知道怎么让我心软的 可今是不同往日啊 柳如烟 我真瞧不起你 还跟我卖惨吗 没听见你那小情人 说被我欺负了吗 好歹昨晚才睡过人家 怎么也不知道护着点呢 沈幼楚笑着接过话 因为免费送上门的 和千金求来总是有差距的呀 见我无动于衷 柳如烟一咬牙 转头攻击其沈幼楚 沈幼楚 你敢把怎么得到 沈家的过程告诉无言吗 你敢让他知道 你多很多冷血 为了家财 连亲生母亲都可以利用 连养大你的奶奶都 啪 我抖然出手 巴掌盖在柳如烟脸上 打完才觉得身心疏爽 心里的玉气总算有了发泄口 柳如烟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巴掌挥出去的事我没多想 只是觉得不能再让他说下去了 我有些担忧 看着沈幼楚泛白的脸 像是坠入了某种魔症中 我拉着他快步离开 至于柳如烟的话 谁在意呢 车上一片沉默 我有心将他从 阴郁的情绪中拉出 却发现自己对他的了解不过 我大学才回国 一路追在柳如烟身后 和沈幼楚的见面 不是校园里的擦肩而过 就是宴会上的礼貌问好 喝酒吗 我陪你 抱歉 我和他同时开口 红灯路口 他偏头看我笑了一下 本来打算领完证 带你回来休息了 怪我出门没看皇帝 还不如不叫醒你呢 我送你回去休息吧 沈幼楚既然装作无事发生 那我也不自讨没去上班 说到底 我和他也不过是互相利用的关系 沈幼楚深夜才回来 推开房门 叫我还没睡不免诧异 再等我 我给他翻了一个白眼 保存资料合上电脑 沈幼楚身上阴晕着水汽 头发也没完全吹干 淡淡的酒味和烟草的气息混搭 我伸手指了指他 你好臭 今晚不许上我床 他已在门口倾笑 不上 我来和你报备一下行程 临时要出个差 大概一周 沈幼楚出差后 我的生活没什么变化 唯一烦人的是 柳如烟不知道吃错了什么药 放着公司 不管天天到楼下赌我 这一天我照常从公司出来 刚出停车场的电梯 我的手被陡然拽住 吓了我一跳 是我 无言 柳如烟贪恋的眼神 从头到脚将我扫一遍 你到底要干什么 我怒声质问 如果说以前 我对他还残余着那么的欲击 那这段时间 我是恨不得提到在身上 来一个柳如烟就看一个 无言 我知道你和沈幼楚是在演戏 为了气我 为了报复我 我们互退一步 忘了各自出轨的是负荷好不好 看着宛如变了一个人的柳如烟 我简直要被他的后脸脾气笑 请你认清一件事 出轨的只有你 我和沈幼楚是夫妻 上床是天经地义 好好好 你别生气 柳如烟嘴角挂着纵容的笑 无奈地看着我 我今天来主要是想告诉你 沈幼楚的公司被截断了资金流 你小心点 别被他利用了 柳如烟这次倒是果断 说完就走 我在车里坐了很久 思考他说的真实性 沈幼楚那晚出差确实很匆忙 行李都来不及收拾 出门的时候甚至和电话那边说 扣下他 沈家早年黑白两道通吃 近些年在明面上是洗白了 但豪门密新 那里的是谁也不清楚 想得多头又痛了 熬了几个通宵争取的项目 今天终于和国外的客户达成共识 只剩签合同一步 想了想 我联系助理 将出差的人员换成我 逃避可耻但着实有用 我一连好几天在国外玩得很放松 期间沈幼楚给我消息 说自己推迟行程回家我也没理 落地机场使我还意犹未尽 助理先一步回国 联系我说接机的车辆安排好了 直到上了车我才发现不对劲 靠边停车 我要去买点东西 前面就是郊外和去公司的分岔路 路边有一间小商店 司机充耳不闻 顾总请您坐好 后视镜里 司机戴着口罩 露出的眼睛里戴着淡淡的警告 我心下一领乖乖坐好 这是遇到绑架了 硬碰硬绝对不是上诚 是冲着我来的 还是拿我威胁神幼楚 毕竟当初的婚礼办得很大 而在生一场婚 不得罪人是不可能的 我的脑海风暴 在看到伊藤诚的那一刻戛然停止 有种啼笑皆非的无力感 我查过你 你在画画上很有天赋 你的导师也很看重 你虔诚一片大好 为了一个女人去违法犯罪 在自己的人生上落下五点 值得吗 我被反绑在柱子上 企图以理说服伊藤诚 但陷入爱情的男人 脑回路和常人不一样 他将刀片压在我脸上 你不懂 以父母恩爱家庭和睦 被宠得像个王子 上的是贵族学校 学习设备都是最新的 而我连学英语 都是靠你们施舍录下来给我们听的 你都要演了 初一时的确有个活动 学校会选取发音准确的学生录制视频 由学校出面 连机器配套捐献给贫困山区 一来是锻炼自家学生 二来是给学校博个好名声 录制的事物落到我身上 原来他那时候就注意到我了 伊藤诚将手举到我面前 扒着我眼睛 看到这双粗糙的手了吗 谁敢相信这是一双年轻男人的手呢 穷山恶水仰雕名 我被殴打得奄奄一息时 是如烟救了我 那一刻他发着光 那么金贵的一个人 不嫌弃我满身脏污 温柔地为我处理伤口 还问我疼不疼 那一刻我在心底发誓 我一定要成为站在他身边的男人 一时间 我不知道该说他可怜 还是说他可恨 后面的事我大概猜到了 伊藤诚凭借优异的成绩被学校录取 打听到我和柳如烟青梅竹马 最先模仿我的一言一行 引起柳如烟注意 细而潜移默化做回自己 直至完全抓住了柳如烟的心 我恍然 你有这个手段 干什么不成功呢 伊藤诚不屑地吃笑 因为我的烟儿喜欢温柔的男人 但你最可恨 他咬紧牙关 一字一句都是对我的恨你 明明烟儿逃了你们的婚礼 明明你已经不干净了 对他还爱搭不乱 可他为什么还三番五次去找你 你究竟使了什么手段 因为他剑 我没有犹豫地点评柳如烟 我本以为伊藤诚会反驳我 他看起来那么爱柳如烟 结果他听完先是愣了一瞬 而后捧腹大笑 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你说的对 他就是剑 可我还是不甘心 所以我准备了一场游戏 看到伊藤诚嘴角诡异的笑 我心下不安 伊藤诚拿出一个遥控器轻轻一按 以我为原心的半边木板碎裂 露出他原有的样子 这是剑在海上的一间仓库 只要伊藤诚再按一次按你 我就会落入浪潮中 手被绑着没有生还的可能 我倒要看看 在你我二人之中 燕儿会选谁 伊藤诚疯了 当我看到他拿着遥控器走到我身边 摇摇欲坠的木板不堪重负发出了声响 那一刻我真的对柳如烟起杀心了 我去你的胡乱勾搭 去你的生存二选一 去你的巅工巅婆 这一刻只希望我的助理能察觉不对劲 尽快报警来救我 时间一点点过去 我深呼吸让自己保持冷静 伊藤诚 你放了我 我保证离柳如烟远远了 你看 你现在还高高在上呢 伊藤诚并不上头 笑声在空荡的仓库回荡 让人汗毛直树 如果烟儿选了我 那你就去死 如果选你 那我就拉着你一起死 疯子 门口陡然传来多而乱的脚步声 我双眸燃起了西记 眼睛死死盯着第一个走进来的人 仓库门大开 是柳如烟 我的希望被浇灭 老公 我的心情宛如过山车 从没这么波澜起伏过 沈又楚此刻的声音 在我耳里简直就是天类 沈又楚 我亮晶晶地盯着来人 沈又楚一进来 伊藤诚就把刀横在我脖肩风喊起来 因为沈又楚身后站着十几个保镖 让他们出去 让他们出去 你敢动他一下 我保证你死了也得被鞭视 柳如烟眉间紧促上前一步 伊藤诚 放开无言 我陪你去自首 我恨不得当场 将柳如烟的头垂进海底 他是嫌伊藤诚受到的刺激 还不够吗 凭什么他的傻药我来买单 果然 伊藤诚的手用力了几分 我被迫仰头 痛意传达到大脑 眼见着沈又楚眼睛都红了 侧身一脚踢翻了那个司机 一米八几的大块头 蜷缩在地上 夸张到我都能看见那额头的汗 几乎是瞬间冒出来的 伊藤诚铁青了脸 沈总 他一声令下 柳如烟连挣扎的机会都没有 你没想到只是出去风流一晚 柳家多年的肮脏事就被挖出来 于是你挪用公款想断我资金链 一来可以扳倒我 二来可以追回无言 帮你柳家填了这个窟窿 沈又楚将高跟鞋尖抵在柳如烟下落 姿势辱人 你没想到无言这么决绝 于是你让伊藤诚绑架他 这样你有救命之恩在 哪怕拿捏不了他 你也可以保全自己 对吗 柳大千金 沈又楚居高临下逆着柳如烟 语气凉薄 他的话就像一锤重击 敲醒了我浑尘的头脑 是了 有些人是没有良心的 他不爱你 但为了利益 他会时时刻刻缠着你 吸你的血吃你的肉 等扎干你最后的一丝价值时 就会被连泡带扔丢掉 而他继续风光无限 我和伊藤诚都是柳如烟的妻子 我眼睛斜向伊藤诚 他眼带痴迷看着柳如烟 墨定 他眼神一变 柳如烟的胳膊被卸下 闷哼在仓库里响起 我的确居心不良 但你敢说自己对得起无言吗 为了得到他 你不顾他的心情 在他婚礼前设计他未婚妻 和别的男人上床 他被绑 你后脚就来了 你明知道危险却没有阻止 说到底也不过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你的爱又比我高贵到哪里去 其实我是有不怀疑的 我身上有定位 但沈又楚没权限知道 却准确找人了 比警察还快 但我现在只能保持沉默 我看见一个保镖 在悄无声息向我这边走来 只差最后一步 他就能控制住伊藤城 可也是这一步被柳如烟发现了 他大喊 伊藤城 按下按钮 伊藤城在半边板上 只要他一按 他就会和我一起掉下去 柳如烟丝毫不在意他的死活 可伊藤城早就磨着了 文言没有丝毫犹豫的听话照做 我下意识惊呼 枪尽了一口海水 海浪将我怕打进海里 掉下前 我看到沈又楚惊恐的眼神 肺部的空气被压榨到一个灵界点 我觉得自己快死了 脑海开始走马灯 我看到一间破旧的民房 周围杂乱而吵闹 一个穿着蓝白校服的少女 静静矗立在这破败的环境中 气质干净 眼神哀伤地看着床上虚弱的老奶奶 我心下一软 上前拍了拍少女的肩膀 画面一转 我出现在医院里 少女坐在手术室外的长椅上 手捂着脸 周身萦绕着萧尘的气息 直到医生让她节哀 她抬起脸 我才发现这是年少时期的沈幼楚 原来我和她的相遇 比自己以为的要早了 只是我忘了 高中和好哥们聊天 听她说沈家认回一个私生女 听她说这个私生女 为了讨沈家欢笑 亲自把找上门的亲生母亲打出去 这些我都没在意 听过就算了 原来都是她 恍惚间 我看见有人跳下水 一道人影朝我游来 眼神已经开始涣散 我看不清来人是谁 当唇瓣相贴 熟悉的气息被渡过来 我认出这是沈幼楚 睁眼时 我被四面唇白晃了一下眼 我把眼睛闭上等待 不是赶过去 我听见门被推开 来人在床边落座 无言 你已经睡了三天了 再睡就要胖成猪了 沈幼楚握起我的手 贴在脸颊上 我在心里将她骂得狗血淋头 医生说超过四天 就要把头发剃光光 检查一下脑部是否受到损伤 说着 沈幼楚哀叹一声 你最宝贝这头秀法 我都比不上她 不过别怕 就算你光头 我也还是爱你的 文言 她轻轻笑了一下 然后轻柔地将我抱在怀里 动作温柔又症状 幸好你没事 幸好 她的语气里带着 失而复得的惊慌 我被她拥着腰身 心里的气因为这个拥抱消散了 算了 就冲她愿意冒着生命危险 跳海中 这个人还是可以处的 她告诉我一腾成死在了海里 死不见尸 柳如烟因为涉嫌挪用公款 和绑架案被判刑 一个萝卜一个坑 柳如烟被查出 违法犯罪的是不少 怕是此生都要在里面 她和一腾成合作 设计我的账还是要算的 身体好的差不多之后 我搬去和我爸妈住 从此沈又楚两点一线的生活 多出了一项行程 每天下班都要到我家门口守着 我妈给我后脑勺来了一巴掌 不重 但我还是揉了揉 说了不要盘腿 谁会像你这样做的 我和你爸觉得小沈这人还是不错的 虽然做事的手段狠了点 但不狠我们还不放心呢 你小心别给做梅了 我妈在我旁边坐下 我趁机往她嘴里塞了一颗草莓 她不知道沈又楚和一腾成的事 我也没打算告诉她 说白了 她沈又楚有错 我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最初有怀疑的时候 我为了自己的利益选择忽略 因为和国外客户的那个合作 是我搭了沈又楚的东风 只是姿态要拿捏 能做的时候不做 等着传宗接代吗 并且 沈又楚也已经怀孕了 她跑不了 我妈文言一把夺过单子 细细看了出来 脸上的笑越来越灿烂 不顾李仪扯着嗓子喊 老顾 咱们顾家有后了 边喊边走出家门 把沈又楚带进来 我抬眼看她进门 我妈脑早就上楼找我爸 客厅只剩我和她 我原本不想原谅你的 但为了孩子着想 我觉得我们可以试一试 像正常夫妻一样生活 但不领证 可以看得出沈又楚脑子荡击了一下 为什么 我怕你打我 我淡定说着 财产可以做婚前公正 但结婚后你要是打我 那就是家暴 我很难维权 沈又楚哭笑不得 你在想什么 我又没有暴力倾向 不好说 我摆出了不信的姿态 不领证 她打我就是故意伤害 打得狠了就是故意杀人 我们两家实力相当 完全不怕她一拳压人 你就说你同不同意吧 好 沈又楚无奈地答应我 这次能跟我回家了吗 我点了点头 目的达到再做就不合适了 当晚我就告别爸妈和沈又楚走了 我没想到运气会这么难哦 沈又楚运土 腿脚抽搐 身上浮肿 最难受的是被影响的心情 哭和笑自己不能控制 我被她折磨的人都瘦了一拳 宝宝出生那天 听到母女平安 我将近一米九的大高个当场泪奔了 可是 她产后有点抑郁了 某天深夜醒来 我看见她坐在床头默默捶泪 我熟练地倒水拿药 哄着她吃下去 白天陪她去看心理医生 最初两个月 我和她每天都站在一起 连带着我也很少见宝宝 因为一见 沈又楚就会抑制不住地想哭 我觉得好笑 心里却软成一团 后来她给宝宝取名顾月 愿她事事如愿 后来我问她为什么不惯自己的心 她亲了亲我 我并没有受苦 功劳苦劳哪样我都不占 睡吧 她将我清懒入怀 转身关掉床头灯 明天又是新的一天了